列威 欢迎来到赵旅丑事 今年的俄罗斯大选刚刚结束 不出所有人的意料 普京又一次当选了 开启了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 其实啊 所有人都知道 普京一定会当选 那么这次大选要看的就是 他的投票率和得票率怎么样了 大家知道吗 在这次大选中 整个俄罗斯有将近70%的投票率 75%的选民把票投给了普京 这两个数字都创了历史新高 换句话讲 俄罗斯人民比以前更加坚定的支持普京了 其实按道理讲啊 普京当俄罗斯总统快20年了 20年之前流传一句话 普京说给我20年 我还给大家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快20年过去了 俄罗斯强大起来了吗 其实不太强大 俄罗斯经济上去了吗 其实经济真没上去 甚至前几期节目我们分析的很清楚 俄罗斯今天已经逐步沦为一个资源贩卖国了 换言之 俄罗斯的经济完完全全靠它把资源卖给别的国家 按道理讲 经济搞得不太好 老百姓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提高 可是普京为什么支持率又这么高呢 我跟大家讲 一定有一股势力在暗暗帮普京的忙 是谁呢 大家都想不到 这股势力就是以美欧为代表的反对俄罗斯的势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过去一年多来 整个世界上弥漫着一股妖魔俄罗斯化的倾向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等各个国家的国家元首都出来说 俄罗斯操纵了他们的大选 俄罗斯的黑客正在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们国家的网站 甚至前不久本节目提到过的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衣被两个俄罗斯喜剧演员戏耍的事情 都证明了美国人是多么希望听到一个又一个妖魔化俄罗斯的消息 然而这一套在过去几年被证明完全失败了 因为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知道 所有被美国妖魔化的其他国家 叙利亚也好 阿富汗也好 伊拉克也好 都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民不聊生的境界 所以对于俄罗斯选民来讲 你美欧各国越妖魔化俄罗斯 就让俄罗斯反而生出一种同仇敌凯的爱国主义情绪 前不久 韩国平昌冬奥会 冬奥会之前 为了恶心俄罗斯 美欧势力主宰的国际奥委会 悍然取消了俄罗斯的参赛权 结果怎么样 冬奥会刚刚结束 打脸就来了 奥委会说 俄罗斯原来没有大的问题 恢复他的参赛权吧 而就在前几天 一个双面间谍在伦敦死亡了 没有经过任何调查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的四大国家元首 就联合出来声讨俄罗斯 说这个间谍的死亡 完全就是俄罗斯特工干的 美欧的势力们认为 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妖魔化俄罗斯 会让俄罗斯的选民啊 不把票投给普京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大跌他们的眼镜 俄罗斯的选民其实很清楚的 搞清楚了什么是妖魔化 所以我说 美欧的这种种算计 不单为给普京减分 反而是在激发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情绪 反而是在帮普京拉选票 这次大选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不单整个俄罗斯支持普京的人在增加 更为关键的是 俄罗斯的年轻选民 大幅度的倒向了普京 我们不得不说 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 都是美俄势力的宣传带来的反效果 因为今天全球化的影响 互联网化的影响 整个世界是平的 美俄势力在网图用一些宣传伎俩 颠覆一个国家政权比以往要难得多了 因为大家发现 很多事情上 撒谎的恰恰是美俄势力的代表 我们随便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记得马航事件吗 几年之前 除了失踪的那架马航飞机之外 还有一架马航飞机在乌克兰的上空被导弹击落了 到底是乌东反政府势力用的俄罗斯导弹击落的 还是俄罗斯政府军的战斗机用导弹击落的 几年以来 众说纷纭 然而 就在这件事情调查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 当年驾驶着乌克兰政府的战斗机 被怀疑用导弹击落了马航客机的那个飞行员 前两天自杀了 人死了 死无对证了 这盆狗屎又很容易的扣到俄罗斯脑袋上了 俄罗斯又很难洗清击落马航客机的罪责了 那么这个事情上到底谁在撒谎呢 我想大家一定看得出来